套路深,约见面却被绑架竟是女友自导自演一出戏,不久前云南昆明关渡警方接到方先生的报警,趁他的女朋友被人绑架了,对方向他索要赎金不给,就要撕票情况,紧急关渡警方马上成立了专案组,开展调查方先生是通过女友的微信,收到的勒索信息,对方向他索要一万元赎金,如果不给,就要撕票 并嘱咐方先生不要报警,方先生一边和对方周旋一边报了警,并把关于女友的信息提供给了警方,关渡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探长向荣,当时报警人给了我们被绑架人的,名字我们就查不到这个人就没有这个人,是有蹊跷,但就人要紧警方迅速侦查,锁定了嫌疑人关渡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探长向荣说,我们调了监控, 看到只有一个男的住进去,我们去到房间里这个男,他还在房间里走动没有睡觉,警方迅速控制了嫌疑人,却没有见到受害人方先生的女友,去哪儿了呢? 警方审讯后,嫌疑人交代了方先生女友的去向,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方先生正在热恋着的女友,正是嫌疑人本人关渡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探长向荣说,嫌疑人使用的是女性网名,是个女性头像,女性身份信息, 还有微信也是女性头像,所有发的都是女性信息,原来今年4月一个头像,是漂亮女孩的人主动在QQ上和,方先生打了招呼,方先生和女孩聊了一段时间,后,渐渐热络起来觉得相见恨晚, 两人确立了恋人关系,后女孩多次向方先生,提出要买衣服向他索要钱财,方先生都满足了他先后给女友打了一万多块钱,然而,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方先生,却没有发现这个女友一点重重忠于,双方约定好了要在昆明见面方先生,来到了约定的宾馆,可是约定时间过了以后,没把女友等来却等来了勒索信息, 其实这一切,都是嫌疑人马某导演的一出戏,马某和前女友分手后产生了报复戏弄他人,诈骗钱财的想法,他用前女友的照片做头像,主动勾待方先生方先生上钩后,他又把前女友的生活照发给方先生,消除对方的疑心开始索要钱财之后,方先生多次提出,要见面马某眼看,无法推脱就从老家来到昆明, 并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索要赎金的戏码,可是马某没想到方先生选择了报警,目前马某已被关度警方刑事拘留。